嗨,大家好,我是小兰医生 欢迎您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揭开身体内免疫系统的勇士 白血球的神秘免杀 虽然他们平时不太引人注目 但白血球有许多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 现在就跟着我以轻松幽默的语气 一探七个关于白血球的冷知识 第三个可是太震撼了 一,白血球是免疫系统的超级英雄 首先,白血球可是身体免疫系统的超级英雄 他们奋不顾身 为保卫我们的身体免受病毒和细菌的侵害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免疫防线大将 二,白血球是自由行走的特工 白血球可不是只守在一个地方哦 他们是自由行走的特工 可以在体内自由游走 寻找并摧毁潜在的敌人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防御小分队 三,白血球是细胞吞噬的高手 来了,第三个太震撼的冷知识 白血球是细胞吞噬的高手 他们能够吞噬并消化掉体内的病原体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垃圾清理队 四,白血球是记忆独立的学霸 别小看这些小小的白血球 他们可是记忆独立的学霸 一旦接触到病原体 就能够记住并生成相应的抗体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免疫学家 五,白血球是愤怒时刻的增援队 你可能没想到 白血球还是愤怒时刻的增援队 在感染或炎症发生时 他们会迅速增多 加强防御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紧急救援队 六,白血球是血型故事的主人公 别忘了白血球是血型故事的主人公 他们可分为中性力细胞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类型 各有各的任务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血型编织工 七,白血球是寿命有限的保护者 最后,解释白血球的最震撼之处 他们是寿命有限的保护神 虽然是身体免疫系统的中流砥柱 但寿命有限需要不断更新 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守护使者 哇,白血球原来这么强大又神秘 希望这篇文章让你在欢笑中 学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知识 别忘了把这份冷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 一起领略白血球的神奇之处吧 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